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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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主部长阿杜拉曼达兰透露 软件测试员这项新兴工作 每月薪酬介于5000至1万令吉 而且 软件测试领域每年的全球市场价值达到900亿美元 基于以上这两点 我国希望在2020年 达致培训3万名软件测试员或者是相关领域工作人员的目标 目前获得文凭的已经有4000人 此外 他也呼吁年轻科技人才投身这个充满潜力的行业 来看下则新闻 就因为经常接获狗排泄物或者是狗废身等等的居民投诉 马六甲州房屋地方政府陈世和谐及环境州行政议员伊斯迈就解释 新修订的养狗法令禁止排屋住家中间单位养狗 只有脚头间单位才能养 而且最多子能养两只 对于这项修订 行动党甲州议员郑国求做出批评 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极端的 他说 如果州政府认为养狗会引起卫生问题 应该是提升狗主的卫生意识 而不是使用这个借口禁止人们养狗 所以他触请当局检讨以及取消法令 设法找出公平的方法解决流浪狗或者是环境卫生问题 今天的《城报》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